海贼王,罗宾加布鲁克迎黑玛利亚,路飞重返战场,逃之助成为座棋,卡里布在显神威。 1.大河能力曝光,原始日本神话中的狼。 大河的恶魔果实能力终于被曝光了,跟之前各位的猜测是有些类似的,但是并不完全是正确的,大河的恶魔果实是幻熟系的全权果实,在日本这叫做大口真神。 1.一定这个名字相比各位就能够联想到日本比较常见的几个神话动物,大口真神,又叫做玉神犬,实际上并不是犬,而是狼,这种狼实际在1905年的时候已经灭绝不存在了。 2.狼在日本中也是一种守护兽,日本的农作物会经常被掖住什么的破坏掉,所以狼可以保护它们的农作物,虽说和之前的各位猜测的猫幼。 2.麒麟相比似乎是有所欠缺了点,但是上古狼神似乎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 2.罗宾加布鲁克赢黑玛利亚 3.终于草帽海贼团迎来了它们最后一个凌空六子黑玛利亚,前面的五位,一位是海军卧底,其他的四位也是早倒被打败了,黑玛利亚的恶魔果实能力是狼猪形态,这是和之前以外不同的地方。 3.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,黑玛利亚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武器,这是一个吃了人造恶魔果实的人变成的武器,武器的名称叫做使,沦入道,并且黑玛利亚似乎还能够制造出幻想,罗宾就是在幻想中击败了眼前的虚拟固人。 4.布鲁克和罗宾次次必然要好好合作才能够打败黑玛利亚。 3.路飞重返战场,逃之助成为作奇 3.由于之前的路飞被凯多直接给捶飞了,如今在经过时间的调养和吃下很多的食物之后,也是终于能够重新返回战场了,但是要回到凯多所在地方还是有点难度的。 4.但是好在遇到了逃之助,毕竟逃之助也是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能力的人,自然也就能够帮助路飞登上糕点,看到逃之助就这样沦为了作奇,心中还是能够有一丝平衡的。 4.卡里布在显神威 卡里布就是之前那个沼泽果实能力者,在吐碗监狱的时候对路飞也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,原本以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反派人物。 4.不过现在看来,已经是站在了路飞这边了,毕竟卡里布已经多次对路飞失一援手了。 4.此次也是卡里布直接切断了凯多的电话线,断绝了和外界的交流,此时这个人物能够露面,说不准后期还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。 5.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,对此有不同意见的粉丝们也可以留脸讨论。 我是小蜘蛛,一个喜欢聊聊动漫,收集手办的爱好者,喜欢就关注吧,我们下期见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